以目前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有失业的问题需要解决 可是呢今天就厂商来讲 它有面临缺工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中 需要工作的劳工 他找不到工作 可是呢今天厂商却又找不到 他要的这些人才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想对政府来说 这个角色扮演就很重要 雇主我愿意给你们一些雇佣奖助 去雇佣这些 可能是在职场上的 所谓的弱势的就业者 可是同样的今天 你愿意在职场上 你再度发光发热的人 我们鼓励你 从事一些更值得你去投入的工作 其实政府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书来讲 我们事实上是有很多促进就业的措施 那我们也会很希望所有这些需要的人 他们都能够充分的了解 充分的使用我们这些就业促进的工具等等 那这样的话我想对台湾再解决 不管是失业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缺工的问题 都会有它一定的帮助 我们可以不断连接受 我们就应该会有这么多相关的 个人都想要付着 我们现在不能键 不得的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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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